事实证明能说服海王的除了大佬可能还有白富美 换句话说是白富美身后的大佬爹妈 前两天一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讲真 看到这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婚变了终于婚变了 事先说明咱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 只是这两人的婚姻任谁看了都得来一句神奇 但也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这两人之间的差距实在是软如云泥 两人结婚的时候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一代海王难道真的谢甲归田了 先说说本文女主角陈凯琳细数来来回回 围绕在陈凯琳身上的关键词无非就是出身豪门 港界冠军以及一家五口各长各样 身上最大的新闻就是嫁给了大她22岁的郑家影陈凯 二林家有多豪就不用说了 据说她居住在九龙堂市值过亿港元 面积达5000平方英尺的独立洋房 父亲拥有不少商铺收租 参选香港小姐时媒体估计其负资产超过15亿 妥妥的白富美无疑 2013年大学毕业的陈凯琳回港参加香港小姐竞选 并已超出亚军蔡思贝6万票的17万1477观众选票 获得2013年香港小姐冠军 随后情缘无限不时拍剧主持等等 2014年在无限台庆 居民们暗战中饰演奖励一脚 2015年在四个女载三个伴担任女主角 饰演奸习大律师唐靖兹 同年在台庆剧张宝仔饰演皇帝妹一脚收视胜高 并凭此获得飞跃进步女议员奖 2016年在剧集将饰演蓝幕摇一年一两步 她频率看得出来事业心真的不强 当然人家也不靠这个吃饭 其次 让陈凯琳陷入争议的 可能就是被列入几大未解之谜的混血事件 简单来说就是陈凯琳父母都是中国人 可除了大姐长得像亚洲人 陈凯琳和双胞胎弟弟的外表是像混血儿 弟弟更是神似印度人 一家五口看起来非常混搭 这也导致外界一直猜测 陈母给陈父戴了绿帽子 再加上传言称陈家有一丝庸人 正好是印度人 于是大家想念陈家人DNA的心思 愉加强烈 虽然陈家人用基因 饮食等理由 甚至晒出姐弟童年 找来解释过好几回 但显然还是说服不了猎奇的吃瓜群众们 当然这都是人家的家务事 咱其实也不好说什么 而最后让观众们惊掉下巴的 就是和郑佳颖相差22岁的妇女恋 郑佳颖什么人 跟陈凯琳简单的娱乐圈经历不同 郑佳颖的娱乐圈生涯 可以说是起起伏伏 十分戏剧化 1969年出生中产家庭的他 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 其实跟娱乐圈完全没交集 唯一沾边的就是16岁那年 热爱唱歌的他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 还闯进了30强 1992年大学毕业后 郑佳颖再次回港 还跟着戴思聪学唱歌 并成功签约保利金 成为张学友黎明等人的师弟 但随后却因与戴思聪意见不合 被流放台湾陷入低谷 直到1999年 在小于二和花无缺里 出演外表君子 实则阴险的反派江玉郎 凭借着良好的表现 获得TVB高层恶意灵上时 要他回港发展 随后郑佳颖的事业发展 就犹如坐上火箭一样 特别是2006年 在天幕下的恋人 饰演古板害羞的神浪 更让郑佳颖一举夺的势地 达到其演艺事业的巅峰 但由于他打败的是实力强劲 明显领先他的陈豪 马俊伟等众多TVB小声 爆了当年一大冷门 导致一度被认为 是TVB颁奖史上的一大黑幕 外界都传他是靠红乐意灵才拿的奖 而真正让郑佳颖洗刷口碑 收获人心的是11年的怒火街头 这一年 他击败的对手同样是人气火爆的演员谢天华 但绝少在有人质疑他势力的合理性 同年内地剧集步步惊心首播 郑佳颖又凭巴掖角色在内地爆红 这一年他42岁 总之 在事业上说他是老基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木年壮心不已是完全OK的 但美中不足的是 跟事业一起腾飞的 还有连绵不绝的绯闻 第一段恋情 是和周慧明等人 并称保利金五朵金花的王新平 但由于两人的事业差距悬殊 再加上王新平的父亲王宇强烈反对 甚至公开大骂郑新颖没出戏 最终两人受不住巨大的压力 结束了六年的感情 也是从此 郑佳颖开始了自己的放纵之路 甚至曾被爆出五年交往六个女朋友 郑佳颖先是与相差七岁的邓翠文拍摄秘密交往 两人经常通宵弹琴 两年后分手 紧接着郑佳颖与周慧其恋爱 但恋爱期间 她却多次与女拍档传出绯闻导致五年感情结束 这期间因一起拍摄婚纱广告 郑佳颖对曹敏丽展开公式追求 当时曹不知对方名曹有主 发现后即主动分手 媒体拍到陈敏之夜访郑佳 印家直至一日早上十一 十多两人才前后脚离开 其后有传陈敏之未能接受花心的郑佳颖 最终分手收场 再后来 郑佳颖与蛇诗曼经常在夜店把酒言欢 日久生情 一次女方到男方一所短剧结果路上坐假抛锚 被人发现后在网上将二人恋情曝光 结果有次狗仔偷拍时 郑佳颖直接将蛇诗曼踢落车 导致两人分手插一嘴 这期间郑佳颖和乐依林的关系也非常暧昧 两人经常被拍到私底下约会 比如2006年3月就被拍摄到在旺角一起吃牛肉面 同年8月 无限收费台为郑佳颖举行郑重声明音乐会 岳领不仅出面支持 还情不自禁警报郑佳颖 企图向她索稳 据说还因为乐依林过度偏爱郑佳颖 疏忽了不少艺人的续约问题 使得她被董事消权2010 明年郑佳颖又被爆窝藏23岁名模 徐静文72小时 事后女方大方赞大成熟有风度 但习惯拍拖 否认得郑佳颖坚称是普通朋友 后来拍《步步惊心》时 又与刘诗诗和刘新忧传出绯闻 在之后的一段绯闻更是离谱 传郑佳颖身边有个已婚表妹王贤勇 女方经常丢下老公和孩子 做她的私人助理兼摄影师 郑佳颖在内地拍戏做签唱会时 女方几个月寸步不离 二人更秘密到新加坡度假 最后由于外界传言不伦练出怒王贤勇 老公摊牌要离婚 一边疯狂拍戏拿失地 一边疯狂拍拖 还同时辗转在舞女之间 这时间管理能力罗某来了都得叫声前辈 而最后一次就是在2015年拍摄 将时与陈凯琳擦出爱情的火花儿 且这一次还成了收山 自恋虽然不被看好 陈凯琳却毫不介意别人的评价和看法 从小在异国独自求学生活的她 内心比较缺乏安全感 想要找一个成熟稳重的归宿 而郑佳颖在拍戏时就很照顾她 让她觉得踏实又可靠 郑佳颖还是她一直以来的男神 所以她义无反顾地沉浸在了甜蜜的爱情中 她每次提到郑佳颖都是一脸幸福的模样 她还亲自为郑佳颖举办生日活动 为她制造惊喜 郑佳颖也过了爱玩的年纪 恰好遇到多金貌美又爱自己的年轻女孩 更是想要尽快安定下来 于是当年那个花心浪子 屡屡被媒体爆出逼婚陈凯琳 据说有一次两人去参加婚礼 郑佳颖便追问陈凯琳什么时候轮到他俩 郑佳颖还曾在酒吧向陈凯琳求婚 被吓到的陈凯琳选择了拒绝 不过经过三年时间的相处 陈凯琳渐渐被郑佳颖打动 认为对方是值得依靠的 在媒体面前坦诚 愿意在30岁之前结婚生子 2018年8月交往三年的两人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婚礼 嫁给郑佳颖的陈凯琳还是处子之身 次年2月陈凯琳剖腹诞下长子郑成月 紧接着又顺利产下次子郑成亮 三年抱两胎不得不说一句正哥老当义壮 但还没完陈凯琳这样一个年轻美丽 实力斐然 娘家家底雄厚的女人 在郑佳颖面前竟然是个自卑倒台不起头的娇妻 在节目中陈凯琳自称认为下厨做家务 带孩子等都应该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但在做完需要两个保姆才能做完的家务后 不敢去问郑佳颖对她满不满意 因为陈凯琳觉得如果她做得好的话 男人是会去主动说的 而自己的男人竟然没说 那么她就还需更加努力 甚至她还觉得目前为止 自己只给郑佳颖生了两个儿子 是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该尽到的责任 看到这儿实在忍不住感慨一句 郑佳颖命真好 更重要的是 虽然大家总是不太看好这对妇女恋 但两人结婚四年感情却非常稳定 时不时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不是两人在亲吻拥抱 就是一家四口同出游玩 看起来非常幸福美满 虽然郑佳脸上常年挂着迷之微笑 自从结婚后 她就化身为好男人 媒体再也没有抓拍到她身边的莺莺艳艳 相反走到哪儿都带着妻子 还会一同参加活动拍大片秀恩爱 如今郑佳颖又当着媒体的面 承诺出轨的几率为零 想来也是年轻的时候玩腻了 老了就只想待在家里享受家庭的温馨了 而且年 年纪这么大了 出轨的后果她确实无法承担快60岁的人了 如果离婚该有多惨 总之呢 旁观的我们无法断定别人的人生 但若海王真能铭金收兵 倒也不失为一件喜事吧